有多久我回到香港? 其實我回到香港 我上一次回來是九月的事 所以是上個月回到香港一次的 你今次回來香港見到這麼多人 你覺得有很多人會出現嗎? 其實原本沒有想到會這麼多人出現 因為昨天我在機場的時候 都很擔心會不會只有十幾個人來接機 但沒有想過原來有大概五十幾、六十幾位粉絲來到 所以其實都覺得很感動 而且感覺到大家很支持 我剛剛見到你也有派服來的 你這麼近距離見到香港粉絲 不是第一次嗎? 其實都是第一次 因為好像以前可能在偶像團體 他們都很少會飛過來香港 飛去台灣 或者那時候根本就不認識我 所以就沒有機會可以見面 所以這次都算是第一次近距離 和香港的粉絲接觸 那你同時看自己的同體不商業 其實現在都不會有機會回到香港的客戀 其實都覺得如果是有大家的邀請 或者可能有活動的邀請 都會很想回來和大家見面 或者一起玩 然後自己最近都會很想試一下廣播 因為明年就是歐國杯 希望如果可以合作到 或者可以多一些足球的活動 大家見面 或者可能關於推廣棒球的活動 我都希望可以回來和香港的粉絲 和大家推廣一下見面 會不會說如果回來香港 會不會想和我合作 我會很想和我的偶像 我的偶像就是張景軒 因為我從小聽他的歌聽到大的 其實一直都很想看他的演唱會 以前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都開過幾次演唱會 我都沒有辦法回來參加 最近知道他和林家謙有演唱會 但是我剛巧有活動 所以就沒有辦法回來參與 都覺得可能比較沒有見面的機會 所以如果有機會 就很想和他合作 你有沒有說 會不會想和他一起握握手歌 如果有這樣的榮幸 和他不嫌棄的話 我會很想試一下 可能會唱到哭 因為太感動了 那你平時也是 剛才見到男人 你有沒有跟他打的聲音 或者 他進來的時候 我整個很震懾到 因為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 看到一個球星 再加上他 是我們大家的痛力回憶 從小看到大的 就覺得天啊 真的很驚喜 而且有點嚇人 立刻和他拍了幾張自拍 還有請人來幫我拍了幾張照 都真的很開心 我問你最近馬國民是怎樣的 你有沒有跟他打的聲音 其實我覺得他跟湯樂文 有沒有說錯名 我很怕說錯名 會不會被人罵 有沒有說錯我 阿王 對阿王 看到他跟我們的大前輩 湯樂文 結婚 我覺得他們很甜蜜 還有我們這個演藝圈裏 無反孤妻無反情侶的感覺 看到就覺得很甜蜜 所以就 心裏面密密祝福 當然也希望他的演藝事業 都是蒸蒸日上 有沒有祝福你 或者IG DM他 我怕會嚇到他 因為他對我的印象 可能都是小朋友 現在突然間 我變成一個少女 或者大過女 他可能會 不認得我是誰 我怕會嚇到他 所以可能 留個意見 希望他會按進我的IG 看一看這個是我養女 這樣 馬光明養女 之前小時候都是VVVVC 但如果再上來 有機會他來拍劇 其實只要有機會 都會想試一下 無論是拍戲 唱歌 或者其他的跳舞 表演的活動 都會很想試一下 都知道最近香港的 可能偶像發展得比較好 如果有些合作舞台 感覺好像挺好玩 如果有機會 其實都想的 看有沒有機會 其實自己都覺得 ERROR 是很有趣的一組合 平時有看他們的訪問 就覺得很好笑 還有很療癒 因為有時候來生活 比較累的時候 看到這些訪問 就會覺得放鬆了 或者可能最近有看到 Jeffery 即是藝晉生 他的訪問都非常有趣 所以都希望如果有機會 跟這些藝人 偶像們合作都很好玩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晚安 晚安 感谢观看